一大新秀李宗贤 29号迎战LAMIGO的比赛 敲出左外野方向两分炮 终止生涯手轰出炉 而且单场4-3猛打赏 帮助球队顺利赢球 特别的是花贤向来不以长打见长 首次开轰成功 背后原来还有学长加持 刚好一拳神败 他也是在打SASAKI的棒子 然后型号也是我喜欢的型号 然后就是用学长的棒子 然后在场上就顺其自然的发挥这样 具有U21汉世大运双金资历的李宗贤 在搞定合约 9月初空降一军以来 几乎不需要任何适应期 就算中间一位右脚割伤休兵一周 归队以来也能维持稳定 总计出在13场 49打数敲出18只安打 打击率达三成六七 我自己觉得是小伤 然后其实在室内 自己来做一些打击的一些训练 基本动作之类的 然后维持自己的球感这样 花贤的表现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不过体型单薄的他 安打产出多以一类安打为主 纯长打率仅仅一成四三 和外界普遍认为三类手 是重炮型打者的印象有段差距 我还是朝着自己 最有力的攻击方式去做打击 至于就是加强自己的力量方面吧 然后也希望自己身材能越练越壮这样子 李宗贤希望在不打乱习惯步调的同时 逐步加强长打能力 而目前一大以三场胜差稳居 下半棋龙头 只要30号的比赛赞银球 就能点亮风王魔术数字M5 一步步朝总冠军赛目标迈进 回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